啊...這兩個人的樣子是衰衰格格的 結果就被人擺放了上網 其實這兩位人兄在做甚麼呢? 其實這兩位人兄當時是在開工、拍攝 拍攝一些跟車相關的宣傳片 我們行內有時會說會拍一些車跟車的片段 有點像有時Big Day 如果是由男家去女家的途中 有些攝影師都會用他們的攝影機 在一架工作車又或者叫做兄弟的車上 拍新人那一架花車 其他的宣傳片種有時都會這樣拍 都是在工作車上 有時可能是Hand Hale 有時可能是用Gimble 來拍攝一架目標的車 當時他們正在做這件事 但到了某一個位置 結果因為有些車在排隊 入停車場 所以他們就停滯不前 變成停了一架車 然後沒有東西搞的時候 就唯有在補一下其他東西 在裏等下 所以就被人拍到他們 這個stand by mode 沒有東西做的樣子 同時就放在上網說 就說他們 有些少少 樣子衰衰格格 得淡笑 講開拍車器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拍法 有時會叫做 用一種Carmine的工具 其實是一些很強力的吸盤 可以吸在車身上面 然後再用一些鐵通 伸出來 再固定攝影機在車身外 又或者有時在車頭那裏 就可以在車外 然後固定攝影機的機位 來拍攝車內的駕駛者 這一類的拍法 在以前一些電視劇 又或者電影 都會看到 但如果剛好那個演員 是不會開車 那怎麼辦呢 其實也有另外一些拍法 首先會用一個拖架的形式去拍攝 就會用一架類似那些 可以將一架車 放在後面拖架上面的一些大的貨車 然後拖架上面 大家就可以設置一些攝影機 其實有時可能會落腳架 但現在可能會變成設置一些Stabilizer 但以前那個年代 沒有那麼多輕便 可以很簡單用到的Stabilizer 所以就純粹是落腳 但因為那個拖架上面 都有多少少的位置 有時候都試過設置 拉打在上面來拍攝 但是呢 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拖架始終一直走的時候 都會震 所以都要 無可避免 就是畫面 都會有少少的震動 這個也是一個缺點 但是就可以令到一個 完全不懂駕駛的演員 就可以拍到一些車戲 但是呢 都有少少的破綻 就是呢 因為始終這架車 都是升起了 在拖架上面 所以有時候 攝影機的機位 都要去遷就到 不是泰國的車升起了 這些都是少少的 一些冷知識 另外一些Crew size 比較再大一些 就會有一些工程車 上面呢 有一支電動的搖碑 就直接可以把這部機 設置在上面 就可以做到一些 很大幅度的Pan 2 還有一些升降的動作 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就在香港 就會比較少見一點 說回一點點 我自己的經歷 以前都試過上拖架 來拍攝電影 以前小時候 就比較膚淺一點 覺得拍拖架的時候 整件事是特別型的 就是整件拖架上面 又放了機位 打了燈 然後在一些 大街小巷 一邊走過的時候 有很多圖人 看到我們畫這麼大的陣像 都會馬上看一看 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會覺得 那件事好像很帥 另外都有試過 用吸盤來拍攝電影 通常我們都會 最少設四個Point 就是有四隻吸盤 來固定那部機器 就可以做到一個 比較穩定一點的狀態 但也試過有一次 就是 這部車出了去 拍完一輪之後 回來 我們就發覺 其中一隻吸盤 就鬆了 但是就 因為有四隻 所以其實 鬆了一隻 還是三隻固定到 基本上 這部機器 又未至於掉了出去 而且 我們以前都會 再用了一條安全帶 就是把這部機 再掛在 車上的一些位置 就算真的所有吸盤都掉了 都不知道整部機器 會飛了出去 另外一個經歷 就是 拍攝花車巡遊的花水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拍一個部分 就是那些車在 這個片場 他們會裝好 裝飾了一架車 再去尖沙咀文化中心附近 當中這個過程 我們就要再拍一拍 同樣都是車跟車 然後我們就在一架導演 安排了的車上面 就打開了千窗 然後我們就整個人伸出去 來拍攝 當時我就用一支Gimbo 來拍攝 其實我最初都在想 花車而已 基本上都不會走得很快 但是原來 去到在Highway的時候 他們都真的開到一百公里 差不多的速度 當時我整個人 隔了出去 車身出便 其實那些風都幾大一下 然後 看見那支Gimbo 有少少被風吹到 是那個摩打 那個提示 在著紅色 即是說 他感受到外力 在影響到他 都差不多 我想可以說是 挑戰到Gimbo的一個極限 原來真的大風 都對他有些影響 但當然拍攝上 就沒有太大的阻滯 最後都叫做成功拍攝 但都可以體驗到 原來花車 要走起來 都是可以很快的 今天這條片 就是我純粹看到 網上有朋友 分享了一張這樣的照片 然後我就趁機跟大家分享 少少 關於拍車戲 和我自己一些少少的經歷 希望大家 將來在車上面 突然看到車外 有一些人 好像坐在車上 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又不像普通乘客 他可能真的九成都是在拍攝 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 這條片我們先說到這裡 下條片再見